中止 好它跟动机没有关系 可是如果你呢 这个中止不是永久完全放弃的意思 你是回去看一下电视 等一下继续杀 那这个就不叫中止的意思 只是说这个实物件也是强调说 跟动机没有关系 好来第四个 中止胃碎的成立的 必须要左手之后才可以 这个是因为我们实物上认为说 中止胃碎它必须左手之后才有胃碎 那当然也才有那个中止胃碎的适用 好第五个也是重生 好使左手之后才有中止胃碎的可能 好第六个这个要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有打电话报警或叫救护车 可是没有做进一步的救助 好不是中止胃碎 比如说我杀人之后 我只有打电话叫救护车 啊我没有跟着一起护送 我没有进一步去协助 这样能不能主张中止胃碎 不行 好不行 好来共同正犯这边 我们来看一下这弱点 第一个 共同正犯救余悦呢 这个共同决议的范围呢 要不要负责 这不用这大家都知道 在切大案件当中担任接应的角色 是不是为共谋共同正犯 不是哦 共谋共同正犯是说 从头到尾你只有参与讨论的人 才叫做共谋共同正犯 如果你们讨论好之后 你有分担犯罪行为 包含了接应啊 把风的这些人 这些人都不叫共谋共同正犯 好这些人不叫共谋共同正犯哦 好第三个观念 好共同正犯当中一个人左手 是不是全体左手 这当然 好第四个 过失犯可不可以主张共同正犯 不行为什么 因为过失犯我们是财政共犯一人理论 好来 第七十四个的相方 第五个 共同正犯呢 是不是限于数个人之间 都有直接的联络 不是 这个我们在107年的第十题就有看过 如果是间接的联系也是可以的 好来 关键实物第一个 只有呢 第一个是最高反应25年的这个判决 他说 说明这边 只有帮助他人犯罪之意思 而又做构成要件外的行为才是重犯 这个正犯跟共犯的区分 这个我们实物上呢 是有承认共不共同正犯 所以我们只要呢 举凡为自己犯罪的意思 或者是做构成要件行为 两个择一的 好 通通都叫做什么 这个正犯 只有下面呢 刚刚第一个实物件也讲了 这个帮助他人犯罪的意思 而且是做构成要件外行为 只有这种情况 才会是重犯 好才会是重犯 好第二个呢 是关于棘手犯的这个部分 好棘手犯呢 这个实物跟学说标准一致 就是说只有亲自去做 构成要件行为的人 才会是正犯 好这个第二个这个倒数 第二个这个判决 你可以自己再看一下说明 倒数两行 好棘手犯这个部分 实物跟学说意见是一致的 好来第三个 好现在已经不采了 早期呢 实物对于正公犯区分是采客观主 现在已经不采了 现在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说除非你是为了 他人帮助他人犯罪的意思 而且做构成要件外行为 才叫做重犯 否则基本上你都是正犯 好来下面第二个真点呢 第一个 28年的3242这个判例 他讲无责任能力人 不算入共同正犯之数 这我想同学都知道 好第二个呢 共同正犯呢 知谋意不以事前谋意为必 事前或民事为必啊 所以如果是事后加入可不可以 可以那叫什么 相续共同正犯 用漠视的可不可以 可以漠视也可以构成共同正犯 第三个呢 如果是参与构成要件外的行为 还是可以成立共同正犯 譬如说什么 把风是不是强盗罪的构成要件行为 不是啊 把风不是强盗本身的构成要件行为 它是构成要件外的行为 也是什么 共同正犯 来第四个 好第四个呢 75页的上方 在相续共同正犯当中呢 如果呢 你是对于先行为有认识 想要利用继承的这个事实呢 达成一定的犯罪 自应就呢 这个以前所实行的一起行为呢 一起呢 犯共同正犯之责 好第五个 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但不算是完全矛盾啊 好第五个 只是再次强调说呢 第二行这边 如果呢 先行为已经完成 非相续者的所得利用呢 致不能让他负共同的责任 所以我们实物对这个 相续共同正犯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加入之后 你有利用到前行为 一起完成整个犯罪的话 你要就整个犯罪负起责任 那如果你没有利用到前行为 前行为已经完成 那当然就不干你的事了 好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呢 如果我们今天呢 要去做呢 这个强盗行为 好可是我先到了现场 我把被害人呢 打晕在地上之后 我打电话给你说 诶某某某 你要不要一起来跟我搬钻石 然后你就说 好好好在哪里 我去搬钻石 然后你来了之后呢 你有没有继续打被害人 没有 你就只是呢 被害人昏倒之后 你就跟我一起那边 帮他把他身上的钻石呢 全部拿走 实际上你有没有做到任何强制 没有 可是这个时候 你是该当妾盗罪 还是强盗罪 按照这个实物件件 应该是什么 强盗罪 因为你有利用 我先前所为的强制行为 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该当什么 该当强盗罪 好可是对于已经完成的部分 比如说我不是把它打孕而已 我还把它打成重伤 这个部分重伤 你会不会该当重伤罪 就不会了 意思就是这样子 好 第75页的第6个 好这个我们看过 我不讲了 31页 再讲一季 31页讲过了 好来第7个 最高反应103年的 这个2570号这个判决 好这个呢 很重要哦 你看说明就好 共同证犯当中 重使呢 遭受到积压 除非有终止犯 或者是脱离啊 人因就结果共同负责 如果呢 你们共同 是共同去犯罪 但是在犯到一半的时候 你就已经被积压了 被逮捕 被积压了 那这个时候后续呢 犯罪成功之后 你可能会觉得说 不干我屁事啊 我都被积压压起来了 后面的事又不是我去做的 好那这个15件也就讲说 除非你有做出什么 任何宗旨的意思 或者是你有脱离整个犯罪 否则你要不要对于 计罪共同负责 还是要哦 不会因为你积压 后面就不干你的事了 好来第8个 共同证犯之间呢 如果有精密的计划的话 那发生误差 这不叫共同证犯的愉悦哦 所谓的共同证犯的愉悦 是说超乎你们当初的 这个预计的范围 比如说你们讲好 进去什么强盗 结果呢 这个你的同伴 跑进去人家家里之后 还做了强制性交 那这个可能就愉悦什么 你们当初的这个范围 那如果说你们是讲好说呢 要进去呢 做怯盗 可是他带着什么 凶器进去 他带着螺丝起子进去 他带着螺丝起子进去 那这个时候呢 就有可能 你要看那个题目的描述 有没有可能变成强盗 这个是在你可以预见的范围 就有可能 比如说他有跟你讲说呢 进去我在看情况 进去我在看情况 要不要用这个凶器这样子 那这样子有没有可能呢 对于强盗 你要负共同证犯的责任 也是有可能 不是说只要不在你们当初 沟通的内容 就一定不用负责 要看这个逾越 有没有可能是在 你可以预见的情况下 有没有可能在 你可以预见的情况下 好 那同学不用太执着说 到底什么叫可预见 什么叫不可预见 因为将来你当法官 你也只能个案判断 好 说实在就是你的心证 那既然呢 那个是你的心证 就没有什么具体的标准 好 老实说 好 第九个过失犯 不能成立共同证犯 这次讲义第九页有重复讲过了 来第十个判决呢 本判决认为呢 各共同证犯可不成立 加重结果犯 因为应该是各个行为人呢 对于加重结果 有没有客观上 有没有可预见 比如说甲跟乙一起伤害A 那结果呢 发生了A死亡 这就伤害自死的部分 你要分别看 甲跟乙对于A的死亡 有没有预见的可能性 所以有没有可能成立 加重结果犯之共同证犯 有可能 但是可不可以成立 过失犯之共同证犯 不可以哦 不要忘记 好来第十一个 无身份的人跟有身份的人呢 同犯不纯正身份犯的时候 怎么论罪 三十一条第二项 怎么样 可以通常执行 对不对 好所以呢 如果呢 没有身份的人呢 普通人呢 这个跟有身份的人共犯呢 这个不纯正身份犯的话 会可以通常执行 是三十一条第二项 好第一项是针对纯正身份犯 好再来我们来看 七十六页的上方 第十二个 好最高法院呢 这个五十二年的这个判决 他讲说呢 如果你要主张宗旨要怎么样 第一行后段 必须阻止其他共同证犯 这个重复了 好 左手前的脱离 好 如果共同证犯的脱离 有左手前跟左手后 如果是左手前的脱离 有可能会成立阴谋 或者是预备犯 还是有可能会成立阴谋或预备 可是你要真的符合脱离的标准 才能主张说 你至多是阴谋或预备犯了 好 第十四个十五件 他说 共犯不受证犯刑罚执行与否而受到影响 证犯存在 好 有证犯存在 但是因为证犯后来死掉了 好 证犯后来死掉 不能对他做行的执行 那有没有 有碍于你成立教唆犯或帮助犯 无碍 好 无碍哦 好 这个地方无所谓 第十五个 行为人呢 分别基于直接跟间接故意呢 实行犯罪行与还是可以成立共同证犯 好 这个理所当然 来 间接证犯的部分 我们来看第一个 间接证犯的成立呢 不宜呢 行为人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有利用第三人作为犯罪工具 你可不可以呢 自己做一半之后再利用 可以 最常见的就是什么 比如说像诈欺 好 诈欺我们常常是什么 我先打电话去骗 那个被害人 等我骗得差不多之后 我再找一个人 再来当什么 车手 对不对 然后再去帮我领钱 好 再去帮我面交什么东西 所以间接证犯 一定要一刚开始就利用嘛 不需要哦 好 来第二个是诉讼诈欺 诉讼诈欺是一种间接证犯 这个你们再看一下就好了 第三个 无特定身份的人可不可以利用呢 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呢 成立纯正身份犯之间接证犯 可以哦 无身份的人可以利用 有身份的人成立呢 比如说总统夫人可不可以利用 总统成立搜受贿赂罪之间接证犯 可以 因为依照31条以上的理由 法理基础拟制了一个 公务员身份给总统夫人 好 这个就是这个第三个 实物间接的意思 第四个呢 这个支配无意识能力的人呢 税刑犯罪呢 是属于单独证犯 为什么 因为间接证犯是说 你利用你的这个 对你来说 谢谢 谢谢